山眼向来只维修自己失做的案子,不维修非自己所失做的案件,主要原因是工法上可能会有所不同,诸如,不知地板是否有粘胶,或是不知道原始地面是否足够平整 就地板为STC,初步推断造成损坏的原因应该是原始地面不够平整,业主虽然有提供施工钱的照片,伟大瓷砖地面 理论上是有平整,但是STC地板损坏的位置,比较不像是产品品质不好造成,比较像是原始地不平整导致的,因此推断以前磁砖应该有局部捧共在不过水泥 若要维修,看起来没坏的地板不代表完全没有变形,有可能会有拆起来无法紧密拼合回去或是高低差的问题 即便可以拆起来再拼回去,原始地面瑕疵也是有可能造成STC地板再次损坏 更改新座材质,采用超耐磨木地板,因为厚度比STC厚,品牌选择罗宾地板,因为罗宾卡扣紧密结合 原则上表面防水能力不输给STC地板,甚至更加优良,由于是要提供租客使用,不晓得租客使用习惯,因此此品牌是最合适的选择 当然地板并非更换材质就好,就地板拆除后,原始地不平整的地方还是要局部整理 将50分地面,整理到70-80分,比及格边缘再好一点的地面才能确保之后不会再发生同样的问题 顺带一提,要施做STC地板原始地面平整度建议为95-100% 如? 正言词 都很CIilo 你看到没有 exploring 山滉 山点 山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很多客人会询问,地步屏可以施做地板吗?当然可以施做,只是踩踏感会比较差。 以后地板是否会损坏?与地板现场环境有关系?诸如环境潮湿、热胀冷缩等,都会增加其损坏的风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